本以为相似的经历能让咱俩相互理解 可你在生活中不给我一点空间 爱不是控制所取 是尊重和接纳 你的完事不公无数次地伤害着我 在我和你的朋友们之间 你永远都会先选择朋友 新鲜感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一直以来你都看不惯我 世上没有实权实美的人 你不能因为无法将我变成你前任那样的人 而对我处处不满 对你来说咱俩的感情并不值得你去改变 你总是一意孤行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下去了 有请这位情侣有请 小赵22岁来自天津语习 小赵22岁来自天津语习 欢迎两位 你们认识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 对我们从组织上认识的 谈了有一年多 半年多 今天为什么来呢 今天是我提出来要来的 因为我们从认识开始 我们两个都是父母离异 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在经历上 会有很多相似的共同话题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这么长时间 接触下来吧 可能我们在客人的性格上呀 或者平时的生活习惯中啊 还是有许多的矛盾啊 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说吧 什么呢 我先说吧 主持人 他这个人他平时特别喜欢玩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我觉得 就一周七天 他得有五天出去跟朋友喝酒 然后喝到凌晨三点才走 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夸张 反正我会 就是会比正常缺掉多一些 正常应该是一周几次 正常 两三次吧 反正 但是我反正缺的缺点一点 哦 四五回是吧 差不多 那不是一周就没了吧 喝啥呢 就是我会有一些朋友啊 或者我同学聚在一起 就大家也没什么事吗 在一起喝酒 吃饭聊天 乌鹏勾友都是 他谁天天去喝酒啊 我觉得他就是找茶 种种事上就会一脚的 来找找啥 其实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去 就把他一个人铁下 我说你跟我一起去 但他就是 可能也是不愿意去吧 也是不想参与 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天天这样 也没有什么意思 还是需要有一些个生活上的 这些个事情嘛 那么你需要有一些朋友 或者说你不跟我一起去 但你至少不至于说 每天拦着我也不让我去 终于要一些个人空间吧 所以你觉得 这也是你们充足的一部分 是吧 对 而且我跟你说 主持人我还觉得 他这个人就是 脾气特别不好 很多吧 你看刚才 他就好像先抢见我说 女士优先 怎么叫脾气不好 但我觉得他脾气特别暴道 他有时就像一个 静食炸弹一样 主持人您看看 他就是 总是在挑我的茶 他现在 他还总说我找茶 那我本来就是 一点酒我都不喜欢喝 我闻到那个味道 我都受不了 有一次他说 让我去跟他朋友一起 喝个酒什么 就是不喝 就在那坐着 坐坐陪陪他们 我一想 也不能说是 总是拒绝 我说那行 去吧 去了之后就 确实就是 太吵了 还都是酒味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说我不太舒服 我就先回去了 他当时 他就是坚持让我留下来 他说 哎你要实在是不舒服 我让我的朋友 跟你一起去医院吧 那我去就不合适 不去也不合适 我真的 我真不理解他 我的本意是 如果他真的身体不舒服 你肯定要把他 送到医院去看看 如果就是 医生检查没有问题 是看你是回家 还怎么样 反正 但你不能说 刚坐到这 就是大家都在这 然后你就要先走 你好像 所以他不 为什么不是你 送他去医院 我说的是我们一起去 并不是让他跟别人去 哦 对 我就说不能 把别人扔在这 就是你自己走 或者咱俩走了 哦 就大家先不吃饭 先去医院 对啊 而且主持人 您知道吗 他特别不上进 我很讨厌这一点 就都快毕业了 也没有想好找什么工作 我觉得不可靠 我觉得大学嘛 就是要体验体验 校园的生活 要体验体验 这个青春这几年的快乐 我觉得没有必要 特别着急 或者是找工作呀 投简历实习什么的 我觉得时间还很长嘛 而且我现在不为了 这个生活呀 生活费呀 谁也担心 我觉得还可以再 多走走 看多走几年 没关系 所以生活费谁给的 能被一般做父母给 所以你不担心 是吧 大学里面的生活 是啥生活 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就是 也是在一块玩嘛 或者出去旅行 然后出去摄影这种的 大学不是应该读书学习吗 那反正我确实是 没怎么学习的 您看吧 主持人 他就是特别不上见 这大学就是玩 就全都给他玩的 你看就是 他爸爸给他钱这件事 给了很多嘛 然后他就 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我感觉也是 有这方面的原因 还有他就是 觉得给女生花钱 就是爱他 就给他花钱呗 就这样 这个你也别怪他 他不懂得爱 父亲爱他 就给他钱嘛 所以他觉得 他爱你 他就把钱给你花 这个我听得变紧 是这么想了吧 有一部分我觉得 这你受不了是吧 不能接受 我觉得吃人家嘴短 拿人家手短 就是他有时候 是给我买很多东西 但我有些太贵重的 我也不会要 而且他请我吃一些 很贵的东西 我也有时候会请回去 很好 就做一个独立的人 是 但我觉得主任 他在就是找他 他这个人的生活中 就是比如说 他今天心情就是不好了 或者是他生活 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他都会大发雷霆 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 他提前提醒我了 今天可能下雨 让我给再把伞 但是我确实也忘了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结果我们今天出去 确实下雨了 也挨淋了 然后我说 那我们前面 找地方避避雨 或者我旁边 给你买一把伞就好了 他直接就当场发飙 就在人群中 一大群就围上来了 我说那咱先走 拉走 他也不走 就在那里 对我大喊大叫 就让我很无助 为啥 今天这件事情来 我就来气 他每次都是觉得 我突然生气 在雨里的时候 难道我不觉得尴尬吗 你觉得尴尬 我就不尴尬吗 我 我真是觉得 他很过分 这个也不是因为 这一件事情生气 我让他带伞 他根本没有 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他就是 昨天刚喝完酒 今天起来 突然想起来 有这么个事 就跟我一起玩一样 但我觉得 如果只是这一件事 你就跟我发飘 我也不至于说 这一种情况 还有一次 我带他出去 但是因为我们去旅行 我也没有去过那地方 也是开导航去 结果特别不强 今天就是找不着路 然后我觉得 那为什么 我说就两天 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 一下子就急了 你说那你为什么 不提前把这事都做好 我说那也不能带我 你说这导航的事 我也带你来了 最后我们俩查了查 他把手机都给我摔了 他的情绪波动太大了 我没有摔他手机 他说的太离谱了 我当然就是很着急 不小心碰到了 他手机给摔了 所以你的解释是碰掉的 不是刻意摔的 我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我会发现说 这雨天那件事情 你是特别在意的 其实你看 是非常在意的 包括你在回忆起来 还会落泪 对吧 那个眼泪到底为什么流呢 是说我交了雨了 我委屈啊 还是说这个男人 按我的要求去做 我很失落 到底是一种什么情绪 你能告诉我吗 就是都有吧 当时淋了雨就觉得 就突然就感觉很难过 就是当时那个氛围 他说什么他也不听 又是无所谓的态度 所以你在意的是 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你觉得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对你是一种伤害 对 我觉得他有时候 这种情绪 我甚至都怀疑 他是不是在这跟我发情绪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俩 认识这么长天下来 他的心里 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忘记 他那个前任 小意思 他都没有从他之前的感情中 特地走出来 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 明明是我们俩出去 但是他走到了某一个地方 或者做一些事情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种表情 一下子就会变得特别低度 我都不用猜 那肯定就是想起 他之前的那些个事 有时候还跟我提 你知道我的前男朋友 原来是怎么怎么对我的 你可不要这样 这种的 所以你对你前任的感觉 是什么感觉 比较讨厌他 但是还有一次 我跟你说主任 我就是也是 不是我要特意去看 但是就是特别错小 我就看 他从他的收拾里边 还能看到他浏览 他前任收拾空间的 这种浏览记录 我承认确实是看了 那看的时候 不是因为想他才看的 我想看看那个前任过的 希望他过的没有过好 后面问问 为什么跟前任分手 就是感觉他厌倦了 也是受不了我的体制吧 谁提出的什么 他提的 他也不存在什么背叛 或者其他 是吧 就是受不了你的体制 骂别的就不知道了 那后来对我的态度 也是非常的 就差距很大呀 就一个人爱你 跟不爱你的时候 那肯定是能感觉出来的 那么这小子就还爱着你吗 我觉得 他的态度 虽然没有前任那么恶劣 但是 他就是因为 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事情 我就是说一下 我觉得 这个恋爱 应该是以结婚为目的 我觉得才够真诚 我就是想问一下他 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 他说 这不好现在 他说以后的事情再说 你就很伤心 对呀 我比较向往一个 温馨完整的家庭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 想象出来的 我父母也是离地人 而且所以我觉得 不应该轻易 喜诺给一个人什么 而且现在我们又都是 马上大学毕业 一切都还待定 也没有必要特别着急的 就是结婚呀 或者调定一些个 就是需要承诺的东西 还是说 就像我说 我说咱们做好现在每一天 我保证亲爱的每一天 我们都是对彼此美好的 然后我们一起往下走 我们多可以出去走走 看看这个世界 多去长长见识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事情 方便问一下 这谁长大的 我小的时候最早 是跟我姥姥在一起长大 后来上小学之后 我就是寄宿了 然后一直就我自己去 所以一直在寄宿学校 对 那周末去爸爸的 还是去妈妈的 周末哪样去 我说也是和朗子 然后再到后来大了 我就自有回家了 就自己做 多大的时候是 上高中左右吧 周末不会相见吗 一家人 不会 有时也就跟我妈说 我去我爸呢 跟我爸说我去我妈呢 然后拿着工具 所以父母会在经济上面 对你比较宽松是吧 对 反正我正常的开交 八个一万两万 其实还是很正常的 明白了 你呢 方面说吧 我比较特殊 我是跟我姑姑一起长大的 为什么 就是 爸爸跟我妈妈 五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嘛 他跟后妈在一起 后妈不喜欢我 就是把我判给我爸爸了 所以就送去给我姑姑 姑姑没有家吗 有 家里的孩子比你大比你大 比我大 都是大个十几岁 对你好吗 很好 所以 你是挺渴望自己有个家的 几岁的时候去的姑姑 五岁 妈妈有来看过你 印象中应该是很少 也组成家庭了 其实我也知道他这个情况 所以我平时也会 在意接他这个感情的变化 他跟你讲这段的时候 他当你也不懂了吗 有过 他很爱护 所以他总一伤感 然后是不是就那种 帅气 想做什么就做 比较自由 就是太懒散了 过于懒散吧 他那个时候 其实恰恰那个东西挺吸引你 对 我觉得还挺潇洒的 挺羡慕的吧 行了 那今天来要解决啥呢 我就希望 他的脾气 不要这么的暴躁 然后也不要在生活中 就我特别的苛刻 尤其是少提点结婚的时候 好了 各位老师 你们怎么看待 这对小恋人之间的情感呢 让我们一起去 修笔特文件 恋爱中的女生 最在乎的就是未来 怎么可以不提未来和结婚呢 更何况 这个女生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 男生 恕我直言 你对生活 有点 关事不公 一周四五次的去喝酒 而且 你对生活的态度 和自己未来的态度 都让我感受到了 关事不公的痕迹 你 花爸妈的钱 似乎感觉 心安理得 理所当然 你的父母 因为亏欠 所以 他们会尽自己的努力 去满足你 或许 你不想去考虑未来和婚姻 并不代表你不喜欢这个女生 只是你对家庭和婚姻 有自己的看法 和自己内心的这种女孩 她是更明显的 受到了原生家庭的状态 我断言 她的姑姑对她非常好 否则 我今天在她脸上是看不到 如此阳光的笑的 姑姑对你好吧 很好 特别好 一定是把你当自己的女孩 但是 姑姑对她再好 一定没有不安眠 她为什么会在你的面前咆哮 因为在她心中 是把你当成她自己最亲的人 她在自己压抑难受的时候 要爆发的时候 因为你是她最亲的人 她知道在你的身上发现 宣泄 你不会离开她 当然这不对 我们说要克制 你们两个人都要放下自己 都要走出印度 相互给相互力量 我真的非常看好你们 不要轻易做分手 真的 我由衷的 谢谢 先从女生讲一次吧 我觉得女生 你对情感其实 没有一个比较鲜明的认知 就是你对爱情的认知 是有非常大的偏颇的 你喜欢她 这个我们都能看出来 但是长期以来 男人家里是姑姑姑夫 和比我大很多的哥哥姐姐 所以我 做一个乖乖女 不去和她们发脾气 没有情绪 因为她们不是我的志气 就如此爱我 所以你一直是压抑的 但是遇到了 自己相爱的男人之后 就选择了发泄情绪 这是误取 你觉得我发脾气 代表我很在乎你 我希望你为我改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 这样我能留得住你 但这是错的 我们想要和一个人 互相拥有承诺 只有互相包容 互相付出 每当你发脾气 你应该以后有一个认知 你再下一次 有极大情绪爆发的时候 你可能克制不了自己 但你首先要知道 我是错的 你要告诉自己是错的 你慢慢才能调整你的情绪 所以你不加控制的这种发泄 会让你越想拥有 越失去 你老在这样一个循环 所以你要时刻进行 情绪是从哪里来的 我怎么让它走 让它去 我的目的是拥有它 那就不要用坏体系 把它推走 男生 你所理解的生活的常态 就是我自有自在 对你很好的 有一个人相爱 但是我很难和他相守 因为我不会 那你要轻轻处处告诉他 大概我不是你能够相守的 那种类型 我不是很看好 但我相信你彼此喜欢你心 所以道路很难啊 希望我们都能认清 自己的现状 轻装前行的 好吗 谢谢 先说一下男生啊 不要拿自己不幸的之力 当作挡线牌和借口 去挥霍自己的青春和人生 你现在二十多岁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 明确自己人生未来的方向 你可以选择不结婚 可以选择不走进婚姻 但是你不能选择 百万的人生 喝酒不上镜 就关系到你的人生 因为你爸你妈 能养你辈子吗 能每个月都一直给你 一万两万 一直到你老去吗 他们现在给你这份钱 是因为对你的亏欠 你准备运用他们 对你的亏欠 运用到什么时候 你记住 他们的亏欠 不是你人生的基本 如果你 不好好认真的 去对待自己的人生 未来人生 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 来回信你 这跟爱情无关 就是你对人成长的问题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 就想到了 我的一座同学 他们两个人 当年是我们班上 为数不多的同样都是 离一家人的孩子 然后在未来毕业 很多年之后 他们两个人 躲在了一起 我记得 我跟他们两个人 聊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说的 共同的一点就是 他们在对方的身上 都看到了 自己曾经小时候的影子 然后也在对方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曾经 心内心痛苦的那一面 觉得对方 是可以理解自己的 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 他们说 我们把同情 和心心相惜 当成了爱 然后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还会犯一个错误 是什么 我们一定不要成为 自己痛恨的 那个类型的人 我相信你们两个人 对自己的父母 多多少少都有恨在身上 所以你们 一个是极力 不要走近 不因为是因为 我不想要成为 父母一样的人 另外一个是我 一定要成为 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一定不要成为 有父母一样的人 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是物质必反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都发生了 经历的那种变形 完全忘了爱的处境 姑娘 你的问题在于 你不能把自己的人生 和自己需要 被治愈的童年 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你不要指望说 我通过组建一个家庭 通过一个男人 然后他能够 治愈我不幸的童年 谁都做不到 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依赖 放在任何的一个男人身上 他就会被带上家庭 然后就会觉得 你很烦 所以你必须要 自己学会 治愈你的童年 去治愈自己的 不幸的那些经历 但我并不觉得 这是什么不幸的经历 我只是觉得 可能对你们 成长的道路来说 会有曲折 会有心理创伤 但是谁的童年 都有阴影 并不代表说 在没有敌意的家庭的 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孩子 就没有童年阴影 都有 但是难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抓住自己童年的阴影 或者过去那些不幸的经历 来当做自己人生的借口吗 不行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 第一点要做的是 不要再拿之前的 原生家庭给你们 带来的伤害 当做自己人生 未来的一个挡住 第二 你们选择的人生方向 以及爱的表达方式 以及爱的归宿 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们不是一路人 只是有相同的经历而已 搞明白 到底是因为心心相惜 还是因为爱 是这样 我对于你们两个人 内心的创伤 有比较不同的看法 我最近在研究一个现象 叫灵异骄纵 灵异家庭的孩子 有很多 现在非常之骄纵 为什么 因为家人 给予了过度的谱 姑娘 我跟你说 就你这个性格 你这个无法 自控情绪的性格 绝对是 从小被宠复了 只有在家里面 非常受宠 然后通过情绪的放纵 可以得到过度满足的人 才有这样的性格 然后再加上 你本身就是一个 高女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交通的表现 对于你也是 你受到的创伤 是在看待别人的评价 和眼光的时候 得到的创伤 在这个创伤上面 通过经济条件 取了你一个 畸形的和过度的 一个满足 以至于你也很骄纵 你的骄纵 是在面对生活的时候的骄纵 所以 因为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我们不能说生活 如何折磨了你们 反而是应该说 生活对你们来说 产生了一种異形的包容 这种異形的包容 导致了你们现在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正好是 你今天来我们的理堂上 所展现的问题 叫对于希望的态度 对你们两个人 对于希望的态度 是居然不同的 他对于希望的态度 是只看当下 我不去思考希望 你对于希望的态度 是我需要有一个人 给我强力地保证希望 对于你来说 说实话 你放弃希望的原因 在于你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你对于所有确定性的东西 都嗤之以别 因为你认为 就是没有什么是确定性 对不对 所以你不愿意给他一个承诺吗 但在舞台上都不愿意 因为他不相信确定性 而对于你来说 你认为只有你说出来的确定性 才是确定性的 他说出来的东西 只在你脑子里面 幻想成就确定性 所以很简单 对于你来说 去学会承担一些事情 用自己的努力 把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变成确定性 你会从中获得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 以父母给你的任何东西 都要好 人生家庭的伤害到最后 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你的矫正方案 就是我断着去努力 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确定 至于你 你就是承担自己 没有别的 一个人只有控制好自己 有控制自己的能力 你才能够把生活生活好 否则任何人都扛不起你 对不对 男生需要在生活当中 重复信心 你是个男人 你要承担自己的能力 女生应该谈爱上扫 你需要先给自己 做一个情绪控制的疗力 男生你知道 你现在特别适合什么吗 三五之计 你们干点什么事 你不适合谈恋爱 你现在这个状态 跟谁谈恋爱 要不然就是别人伤你 要不然就是你伤你 女生也是一样的 情绪都控制不了 你怎么谈恋爱 先活出自己 然后再恋爱 一起进入真心 我觉得 我们刚开始认识 那段时间是非常美好的 也是我们都很快乐 我当然不希望它就这么走掉 所以如果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 那么愉快地走下去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希望你能理解我 确实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你对我很好 我心里特别感激 为导师说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是我脾气 确实有些问题 我会改 我也希望 你能为我做一些 特别的偏爱 谢谢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同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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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节目的完整的营 火红兄 预测一下 我内心还是希望 他们在一起 没有理由 双出 我觉得可能是 男不出 女出 我觉得他俩都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俩真的不合适 双出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你开门 你从来吧 我这个时候是可以 情绪说什么 喜欢的人走 当然可以 还有话跟他说 其实不是你不好 是这个时候 他驾驭不了你 挺喜欢你 也挺爱你 我相信你会得到幸福 也会开心生活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老师 好了 祝他们找到自己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 找到幸福 我相信我 老师 你会不会